弟兄姊妹们 朋友们 主日平安 我们在这里再次欢迎边吃汤和喝水煮的弟兄姊妹们 朋友们 在这个主日我们再次相聚 我主我神以祂的爱和恩典在这个主日再次将我们焦距在一起 让我们张开口 举起手 由心向永生的主发出感谢赞美的声音 在赞美之全的音乐声中 让我们全然摆上 让神的灵充满我们 让我们单单仰慕我主我神 赞美之全 祝你生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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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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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今天的宣告经文 记载在约翰福音4章23到20节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我们呼求 祝我们同行在祢面前 以祷告寻求祢面 我们专利所有的恶心 定义淡淡跟随祢 主 我们是属祢的子笔 就撕下福神的心 我们要回转向祢 也要看见福神 我们呼求祢 我们呼求祢 阿爸父 舍利你宝座在这地 我们要回转向祢 也要看见福神的心 我们要回转向祢 也要看见福神的心 我们要回转向祢 也要看见福神的心 我们要回转向祢 也要看福神的心 我们云南祝�ai 祝我们同行在祢面前 祢祷告寻求一遍 我们专利所有的恶心 定义淡淡跟随祢 祝我们国家是属于祢 求祢来掌管全体 愿祢来怜悯一致彻底 荣耀在此降临 我们不求祢阿伯父 舍利的宝座在这地 一笔睁眼看测而坠地 奉祝您的无穷 我们都要来敬拜祢 荣耀高居祢的生命 不幸这地全能地之王 我们不求祢阿伯父 阿伯父 舍利的宝座在这地 一笔睁眼看测而坠地 一笔睁眼看测而坠地 不幸这地全能地之王 我们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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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呼求你 圣经告诉我们 你的信心如何 你的日子也如何 要知道我主我神是我们的高台 是我们的依靠 是我们的避难所 无论是波涛汹涌 还是狂风暴雨 父神依然坐着为王 他的大能 让我们能够安养信靠 让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 要知道他是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藏旺在翅膀冰箱 遮盖我 在你的那手中 等大海凡灯我倒汹涌 我与你站着暴风上空 赴你任做梦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置你身上 我与你安静 在基督里 你的恩 使我安静心靠 等大海凡灯我倒汹涌 我与你站着暴风上空 赴你任做梦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置你身上空 我与你站着暴风上空 赴你任做梦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置你身上空 赶紧我建着暴风上空 想起你心上空 水中既懂不游牧 ��缓業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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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黯然心靠 等到海翻腾 波涛汹涌 我与你战匙 暴风相攻 赴你任总往 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 指你是山 看着海翻腾 波涛汹涌 我与你战匙 暴风相攻 赴你任总往 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 指你是山 让海翻腾 波涛汹涌 我与你战匙 暴风相攻 赴你任总往 选择你任总往 我与你战匙 我要安静 指你是山 我要安静 指你是山 我们一起同心祈祷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要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每时每刻都是保守带领我们 今天是分别为圣日的日子 你坐在宝座上圣洁的羔羊 你配得我们的敬拜赞美 我们的神我们的主 我们要敬拜赞美你 我们要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 世界万物都会改变 唯有耶稣的爱永不改变 我们将新的一天完全交给你 愿你的旨意成全在我们身上 我们将今天的崇拜每个程序 都交给主你的恩手中 亲自来带领这个聚会 作我们的主 作我们的王 我们又为了救世关全球的事工讨告 为了我们教会的讨告 无论中文堂 英文堂 求主都教导我们 教会的领袖 如何计划将来的事工 帮助我们克服种种的困难 我们感谢赞美你 求你的真光照耀我们 驱逐我们里面的黑暗 求你的保血洁净我们 脱去我们身上的污蔑 求主赦免我们的过犯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每天都会感谢你 因为每天都是属于你的 今天求你赐我们有圣洁的心 与世界能够分别为圣 求你赐给我们聪明智慧 行事为人都能够荣耀你的名 高举你的名 求你保守以下的时间 去亲自带领我们 让我们能够聆听到你的话语 我们这样不完全地祷告 奉主耶稣得圣的名字祷告 阿门 在奉献之前 让我们先看看上帝是怎样教导我们的 真言三章九到十节 是这样说的 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土产 真容耶和华 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 你的酒诈有心就营业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因为耶和华是最有价值之事 要把神放在首位 好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将财物被看为是自己的 或是自己辛苦葬来的 要把自己的财物 敬奉神 不一定容易 但若我们能把神 看为重要 即使奉献我们的财物给神 就能争拢他 因为我们承认 是神是我们的财物 聪明 智慧和力量 是我们能拥有财物 神也配得我们在财物上的奉献 我们真容神 不是以我们的多余的或剩余的来献盖神 而是以最好的 若能如此 神的应许是仓库 即使银行都能充满有余 即使是榨油池 也能溢出新油 此时此刻 让我想到了我们教会当中的长者 好多长者 他们是走路 或者是坐火车 或者是坐公交车 也有让子女就是开车 将在封城之间的奉献 送到教会 真的是应了一句 家有一老四个宝 也让我深深的感动和感恩 让我们同心祷告 体恤人心大巴父 谢谢你吃我们 有圣经的教导 有您的应许 谢谢你对我们丰富的供应 主啊 求你悦纳我们和弟兄姐妹和朋友们的 甘心乐意的奉献 跟求你吃我们有聪明智慧 将这些金钱 用在你的福音事供上 让更多的人 能够认识你 相信你 以至成为你的儿女 我们如此祷告祈求 奉您宝贵的名求 阿们 我们请唱首的听 奉献生性歌 我愿写伤心 我愿写伤心 为基督而鸿 在一切事上 我愿写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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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你在十字架上 挥住我最低时 我要你助我救助 我要你助我救助 带主在我心里 我一生一世都勇敢 要衷心服使你 慈悲主耶稣 受伸做主动 使我勉坠你 佛一生何好 占记住答案 愿记住苦仇 感谢我一切 才是主命荣 佛主耶稣 我救助 我欣赏写给你 因你在十字架上 回处我最必死 我要你做我救助 来住在我心里 我一生一世都勇敢 我一生一世都勇敢 要衷心服使你 我一生一世都勇敢 今央阳满满 始终丁的热 今央阳尽兰 我心仍而生 为主与君主 而永远善与 我主耶稣 我教终 我心仍给你 与你在十字架上 为主我最低识 我要你做我教终 带主在我心里 我一生一世都永远 要终随风是你 今天的正道经文 记载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节 请听我读出 你们是世上的盐 盐若失了胃 怎能叫它再闲呢 以后无用 不过丢在外面 被人践踏了 你们是世上的光 尘照在山上 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 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愿上帝话 祝福和教导我们 让我们祷告 天父上帝 感谢你们 感谢你将我们聚集在一起 在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恳请你的引领 一起来分享和领悟你的话语 神啊 请你的圣灵 助满我 让你使用我 通过我的口 传递你的信息 神啊 也请求你的灵 灵到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 敞开他们的心 接受你的话语 并且每一天每一天活出你的话语 你上祷告 奉耶稣名求 阿们 每一天早上 我们起床 然后去上班 我们大多数的人会看点新闻 看看电子邮件 当然 对我们华人朋友来说 我们比较爱的是刷微信 我们关心照顾我们的家人 享受着朋友间的友情 从表面上看 我们和我们的邻居们 朋友们没有区别 但作为基督徒 上帝呼召我们要与众不同 上帝对此目的 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当中 已经向我们阐明了 你们的光 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作为耶稣的追随者 耶稣要求我们追求一种 与我们周围的文化截然不同的生活 即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 我们看到在前面 马太福音五章三到十二节 耶稣才结束了一段关于八福的谈话 他向门徒们展明了 作为他的跟随者所需要的品格 现在在十三到十六节 耶稣继续谈论 他的跟随者应当如何生活 他给了我们两个作为他的门徒应该如何行事的比喻 颜和光 上帝亲自教导我们如何为着他而活 对基督徒来说 这是何大的恩典 耶稣在进行了八福的讨论之后 进而讨论颜和光 耶稣赞美祝福的那些门徒们的行为和世人的行为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耶稣的追随者往往会被这个世界逼迫甚至抛弃 然而 耶稣在今天经文当中的教导 确实希望我们基督徒们进入到这个世界 用上帝的爱来吸引人们 进而感染人们 改变这个世界 我们来看十三节 耶稣说他的追随者是盐 我们知道盐在耶稣的时代是有很多的用处 他可以用来调味 在《约伯记》的六章六节中有这样一句话 物淡而无盐 岂可吃吗 盐还可以作为防腐剂 在古代的时候没有更好的保存食品的方法 所以他们用盐来腌制食物 蔬菜成了咸菜 然后还有那些肉 咸鸡 咸鸭 还有腊肠之类的 那么到了今天 即使我们已经有了冰箱这样的保存的方法 但是这些美味的食物呢 依旧沿用下来了 我们还是喜欢吃被腌制的食物 另外盐还有洁净的作用 在《猎王记》下二章十九到二十三节中 就谈论到 以丽莎将盐倒在水中 制好了水 水不必再使人死 也不再使地不生产 那么今天我们在洗水果的时候 也喜欢在水里放一些盐 起到决定和消毒的作用 但是不管怎样的用途 在所有有关盐的描述当中 盐的存在不是对自己有用 它的价值在于它在其他事物上的应用 因此同样的作为耶稣的追随者 也是被呼召为他人而存在的 耶稣指出 盐对人有用 基督徒也必须成为周围人的祝福 如果盐的味道不再像盐 起不了保存调味和防腐的作用 不再起到它应有的果效 它就没有用了 会被当作废物抛弃掉 通过敬虔的生活 我们对周围的人能带来祝福 就像盐对使用他的人有用一样 耶稣在八福当中为他的追随者 规定了一定的行为 如果我们按他的要求去做了 我们就会像盐一样 对世界有用 对世界带来积极的影响 如果我们只是像普通人一样生活 我们就不会产生应有的果效 下面继续看另一个比喻 在十四到十五节当中 耶稣说我们 他的追随者 是光 是世界的光 我们知道光的作用很明显 是消除了黑暗 使人们能够看清楚事物 有些人可能会说 我害怕黑 但是很少有人会说 我非常喜欢黑暗 我讨厌光 大家想象一下 在耶稣的时代 当夜幕降临以后 古代的世界是非常黑暗的 在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节 这样描述 我们摸索墙壁 好像瞎子 我们摸索 如同无目之人 但是光能为大家消除黑暗和恐惧 在十四到十五节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指出了两点 第一 真光是无法掩藏的 耶稣说 尘造在山上 是不能隐藏的 当真光闪耀时 人们就会看见 第二点 如果你有了真光 你就不会想着去隐藏它 我们不知道当时的人们 他们所用的灯 到底有多大 我们想一些 在一些描述古代的电影里 这个灯 可能就是像一个手掌 这么大小小的一盏 但是 当时的人们 他们知道 要把它放在灯台上 让这个灯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 可以照亮一个家 真光是藏不住的 也不应该被隐藏 神说 我们当这样照在人前 当我们跟随了耶稣基督 我们就要让我们的光闪耀 这光闪耀的时候 不是仅仅让别人看到他们想要看的东西 而是让其他人 而是让其他人见证我们作为耶稣的跟随者 所做出的好行为 并且让人们认识到这些善行的来源 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 当他人得以看见我们的好行为的时候 他们就有机会 也同样的荣耀上帝 那么这些好行为在哪里呢 就在前面我们所说的八幅里面 当我们的生命发生了改变之后 随之带来的好行为和敬虔的生活 也会影响到我们周围的其他人 我们也会为他人的生命打开一扇门 随着他们生命的改变 他们也会在某一天成为荣耀上帝的基督徒 如同彼得前书三到十五章所说的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 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就要常做准备 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总之 盐和光都具有影响周围事物的特性 盐用于增强味道并用作防腐剂 成为炎的意思是通过好行为向人们展示基督无条件的爱 从而有益的影响他人的生命 光代表着意识知识和对事物的理解 成为光意味着为他人见证上帝话语的真理 特别是关于谁是耶稣基督 以及他如何为我们的救恩而死在十架上 然后复活 盐和光是生活中最平凡的东西 却又是必不可缺少的 同样我们基督徒虽然也是平凡的人 在世界上也扮演着不可缺少的角色 我们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可能忽略了主说的真理 觉得多我一个人少我一个人没有关系 只要教会这个团体 只要我们的领袖我们的干事 我们的牧师他们做见证就行了 事实上主说我们是盐和光 不仅是指整个团体要做见证 其中的每一个人也要为他做见证 此外主要我们做盐和光 是要做这世上的盐和光 而不是指做教会里的盐和光 每次当我们来到教会里 和弟兄姐妹一起敬拜 查经团契的时候 在那样的环境里 会提醒我们基督徒的身份 也会提醒我们要有合适的言行举止 我们很容易表现的像一个合格的基督徒 但是离开教会 到了社会上 在每一天的生活中 我们是否能够表现的像一个合格的基督徒呢 这里我有两个笑话跟大家说一说 第一个就是有一对夫妇 他们开车去教会 要进行主日敬拜 在路上他们不停的就一个事情 争执很多矛盾 他们的争吵不断 你一句我一句 但是当这个车开到教会的停车场的时候 他们突然意识到 哎呀我们已经到教会了 然后他们就停止了争执 当他们跨入教会大门的时候 他们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 另外的人 这时候春风满面 手牵着手相亲相爱的 踏入了教会 那么另一个笑话就是指 一位牧师要去受邀请 要到他的一对会众夫妇家去晚餐 然后到了那一天 他到了他们家里 当那对夫妇在准备食物的时候 那个牧师就无意中看到了 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会在我们的日历 挂例下面做一些笔记 就在那一天的日历上写着 牧师今天来晚餐 不要忘了把圣经上的灰擦干净 所以我们在平时在工作的岗位上 在家庭的生活中 是否也要记得我们基督徒 该有怎样的行为呢 该有怎样的言行呢 是否还是要记得 要时时准备着做盐和做工呢 谈起家庭生活 我和我的儿子 作为一个在抚养着青少年的母亲 我想大家也有这样的体会 有时我们会有一些争执 那么有时候我的火气也会控制不住 偶尔也会口不择言 然后这个时候 当我的声音提高了的时候 我儿子有时候 他偶尔会很生气的说 妈妈 你在外面怎么对其他的人 都是那么客气的友好 你对我怎么就是这样的态度呢 有时候在极端的情况下 他甚至还会说 你简直就是一个伪基督徒 那么当然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我当然是不愉快的 也会觉得很委屈 我不觉得自己是那么伪善的 我有时候 当然我也意识到 有时候孩子也是气话 口不择言 但是我也想到 他这样的话 对我也是一个警醒啊 是的 在教会在外面 我是很意识得到的 但是在家庭生活当中 在对最亲近的人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要记得 我们依旧要做眼做光呢 当我们的行为 处事方式和普通人 没有区别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活出 基督徒的样式 主在这个经文当中 让我们看到一个鲜明的对比 一方面是我们 另一方面是这个世界 这个俗世 基督徒之所以不可缺少 是因为我们与这个世界是不同的 就像有味道和没味道 光明和黑暗的不同 如果当我们看到这世界上 有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表现得很冷淡 我们不会出去阻止和抗争 当我们看到周围有 甚处困境的人的时候 我们如果只是想到 不要紧有教会帮助他们 有队长们在那里 我们不伸出援手 事不关己 当我们和世人一样随波逐流的时候 世上的人看不到我们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们就如同了盐 失去味道 失去了特性 再不能成为周围环境 不可缺少的东西 同样光也是 灯若点在斗底就不能照明 它需要放在灯台上 才能为四周黑暗的环境带来光明 所以做一个基督徒 自我的要求一定要比别人高 在道德上 在遵守律法上 都要比世人做得好 让世人看到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才能去照亮他人 在今天的教会当中 存在的有的危机 不是我们周围的环境太复杂了 不是这个世界的诱惑太多了 我们抵挡不住 而是我们 我们基督徒 是否再把这世俗的想法 做法也带进我们的信仰和教会中 我们有时觉得 也许我们要得到这世界的认同 我们才能受欢迎 人们才愿意来到教会 那么世人既然怎么想怎么做 我们也就顺着他们怎么想怎么做吧 所以在教会里 我们会不停的听到一些抱怨 比如说有人会说 这个牧师的讲道我不爱听 这个太长 这个太短 这个都不会讲故事 也有人会说 我不欣赏我们的敬拜 敬拜团队 他们选的歌不合我们的意 他们演唱的形式不好 甚至还要跟人家比较 对教会的团契活动 频率不够高 形式不够好 地点不满意 然后连有时候连茶点午餐的内容 都可以成为一种抱怨 我们在迎合世人 我们不想他们离开 或者选择其他的教会 所以我们的反应就是去迎合 满足世人 改变我们和教会 慢慢的 我们不再和世俗有什么区别了 然后 这个世界也不会觉得我们不可缺少 教会之所以吸引人 不是因为我们与世界一样 而是因为我们与世界的不同 价值观的不同 生活准则的不同 生命本质的不同 就像言和光一样 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一切 都是为了荣耀上帝 我们要以我们的生活方式 来尊重他的名 荣耀他 看到他是祝福真理 正义和圣洁的源头 通过像言和光一样生活 我们可以荣耀他 我们也可以影响带领其他人 一起来荣耀他 成为荣耀者 并发展荣耀者 做神的名徒 并培养神的门徒 以我们的好行为 使世上的人看到上帝的脸上 在《润八福》当中 耶稣说 那些按照上帝要求的方式 生活的人 是会得到神的祝福的 然后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耶稣说 当我们作为他的耶稣者 而生活的时候 我们将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 为他人带去祝福 在今天的分享 即将进入尾声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周里 可以对自己以往的想法和做法 做出一个反思 我这里有两个问题 大家可以试着去运用一下 第一个 到迄今为止 你是如何向世人展示上帝的良善的 也就是说 你是如何 你是否依旧在这世上做颜和做光的 第二个问题 无论你以前是否行动过 无论你以前 是不是做得够好或者还不足 那么今天之后 你愿不愿意再尝试一下 列出三种 你认为可以向世人展示上帝良善的方法 实践并且坚持下去 让自己成为他人的祝福 请让我们都来挑战自己 活出上帝的话语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上帝 作为基督徒 我们被你呼召过不同的生活 我们不是被呼召像世人那般生活 而是去过反应和荣耀你的生活 求主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地位和角色如何重要 好叫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 并将荣耀归给父神 求主在我们生活中赐下提醒 于让我们立志 让我们每天活出你荣美的样式 同时主啊 因着我们依旧生活在这世界上 总要面与意料不到的动荡和危险 求主你在灵里兼顾我们 加添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面对险境的时候 不知跌倒 不会害怕 主啊 我们要改变这世界 对这世界产生积极影响 使它变得更美好 我们要彰显福音改变生命的大门 所以主啊 帮助我们 让我们成为盐和光 祷告奉耶稣得圣的名求 阿们 下面 请听回应诗歌 作言作光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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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 amateur 取名 未经给我 ancora 我还要增加 借过力量 软弱都变为感强 要为你 活出大使命 左眼左光 穿扬耶稣的爱 每一天 彰显你人间 必须相爱 改变世界 现象生命 荣耀你的身影 依靠圣灵 发誓祷告 用信心向世界宣告 耶稣是主 世界的真光 耶稣为我生命 你保险 自我重新生命 你的爱 改变我 给我新的盼望 世界光芒 较量我前仓 仰望你 我不再单靠自己 你此爱是你 每天给我勇气 祷告成为我力量 软弱都变为高强 耶稣为你 活出大使命 耶耶耶耶 左眼左光 穿扬耶稣的爱 每一天 彰显你人间 彼此相爱 改变世界 圣上生命 荣耀你的生命 依靠圣灵 发誓祷告告 用信心向世界宣告 耶稣是主 世界的真光 祝福尔 冬天 彼此相爱 活出大使命 圣上生命 荣耀你的生命 每一天 彼此相爱 改变世界 圣上生命 荣耀你的生命 领 new 乱亚你的生命 祢靠圣灵 发誓祷告告 用信心向世界 参考 彼此相爱 赻象象生命 野祝福尺 庆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耶稣是主 世界的真光 弟兄姐妹 愿我们的爱向盐 让这生活变得美好而有价值 愿我们基督徒如同一盏灯一般活着 照亮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 愿我们生活的社区成为在远方可见的光之城 让人们看到上帝的同在 愿上帝祝福保守每一位为他使命奋战的人 去吧 让我们为上帝征战 让基督的光闪耀 照亮我们周围的人 阿们 感谢上帝 弟兄姐妹们 愿上帝的祝福在新的一周 也临到你们和你们的家人 谢谢大家 期待下周与你们再相见